你尝尝怎么样 这都是我一大早 就去菜市场买回来的 我跟你说啊 这么鲜的鱼 那都得是要靠抢的 你经常回去买菜吗 我虽然算不上 是职业厨师吧 但我也是职业吃货呀 你要想做出一道好菜 那必须得用 最新鲜的食材 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 我一定能做出 你记忆中的味道 一定要这么执着吗 这是我能想到 唯一报答你的方法 你和谁学的厨艺啊 成书吗 天赋一饼 自学成才 我小时候啊 住在我奶奶家 我奶奶做饭呀 奶奶 说出来可能有点不孝 但是吃完她做的饭 能活着长大 那真是命大 我爸以前工作忙 没时间给我们做饭 幸亏啊 我鼻子领 学做饭特别地容易 我就偷偷做 偷偷吃 后来啊 我姐也加入了我的行业 我偷偷做 她偷偷吃 再后来 我们全家都揭竿而起 剥夺了我奶奶 做饭的权利 我们家护士啊 这才有了点改善 所以呢 我以后再碰到点什么 开心的 不开心的 我都会给自己 做点好吃的 开心啊 我就当成是庆祝 不开心呢 我就把它当成是烦恼 把它一口吃掉 吃完了 才能元气满满地 去战斗 我要开工了 你回避下来 我不能在这里脱学一下吗 你让我怕 勉强给监考老师 我紧张 来 你尝尝怎么样 怎么样 不错 和你记忆里的味道 一样吗 那就还是有点差别 烧磕 没事 吃饭吧 所以说我的问题是出在了程序上 还是食材上啊 其实味道已经很不错了 你知道吗 相比起视觉 味觉和嗅觉的记忆 要长久得多 别说像是你这种 记忆超强的围棋大师了 就连一些健忘症患者 都能想起自己小时候 闻过和尝过的味道 我听过类似的说法 所以说啊 美食是真的可以治愈人心的 但是味道要刚刚好才可以 差一分一毫都没有治愈的效果 不过我不会放弃的 你相信我 相信你